师父最近一天打坐 练功的时间比较多 慢慢的食物也减少了 半个月都没有吃肉 也不想吃 饭量也变小了 有的时候光吃一碗小米饭 菜啥都不想吃 经常不觉得饿 这么长时间行不行 这个就是真正的进入壁谷的状态 为什么壁谷的话 之前刚才讲了 在壁谷教材我也讲得很清楚 最开始是我们道家人 他练功自然进入了一种状态 然后慢慢的发现这种状态 在科学上面印证了 他对身体有好处 因为人病从口入 因为食后天之五骨太多 导致骨气胜过元气 从而导致身体不适 那么我们壁谷就是绝骨 绝骨断骨气以养元气 这是一样的 那么你这种现象你就知道了 我经常讲一句话呀 气满不思食 因为你现在就是很明显 你的身体是变好了的 身体是变好了的 气满不思食 说是不觉得饿是正常的 同时伴随着你的嘴巴里的精液 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以前可能你感觉不到它的清澈 它的香甜 可能现在你慢慢的就会感觉到 它像甘露一样的 香甜的 这是好事 没关系 没关系 你放心 不会把你饿坏的 但是这个还得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你的工作等等的 如果说因为工作的需要 需要劳力各方面 适当的 还是从食物上面补充一点营养 好不好